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相信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的道理 其实很多男性朋友存在着性功能不足的问题 还是由于平时吃了一些不利于健康的食物所导致的 在平时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会影响性功能而出现性能力低下的问题 下面介绍了五种容易伤男性性能力的食物 所以一定要既吃这些食物 这五种食物损伤男人的性能力 一,肥肉 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时都是重口味 经常喜欢大鱼大肉 而且喜欢吃肥肉 肥肉吃起来润滑可口 但是肥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胆固醇 过量吃肥肉会引起血管堵塞 会导致肾器官得不到很好的血液滋养 那么就会缺乏阳刚之气 会导致性功能低下 二,火锅 秋冬季节很多家庭都摆上了火锅 火锅是很多年轻男性朋友的最爱 但是火锅中含有大量的飘零 吃多了之后会导致尿酸突然升高 会引发痛风 而且火锅中含有多种添加剂 会影响男性的健康 特别是吃肉类火锅 更容易降低男性的性功能 所以男性朋友一定要避免过量吃火锅 三,腌制食物 很多人不知道腌制食物 为什么能够保存很长时间 其实是因着食物放了很多的盐 高盐食物是高血压的元凶 更可怕的是高血压和阳尾 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 男性朋友经常吃高盐食物 很有可能会降低性功能 所以男性朋友千万不要 过量地吃腌制食物 一定要控制每天盐的摄入量 成年男性朋友 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能够超过6克 四,煎炸食物 煎炸食物也是很多男性朋友的最爱 在油锅里煎炸之后 口感非常不错 但是为了健康着想 还是少吃为好 因为煎炸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 不仅会让人发胖 而且还会影响男性生殖器官的 海绵体组织血液循环 会导致生殖器官得不到很好的血液滋养 就会影响性功能 五,精致面粉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粗粮和全脉食物 这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因为经常吃一些精致白面 就会导致男性朋友的性功能变得低下 会导致动脉堵塞 从而引发心脏病 还会增加阳尾早泻的风险 男性朋友在平时 一定要避免过量吃上面八种食物 以免降低自己的性功能 而影响到身体健康 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要注意饮食搭配均衡 要保证饮食结构合理 千万不要挑食和结食 要多吃一些能够壮阳补肾的食物 补肾食物排行榜 第五名,韭菜 说起韭菜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了 韭菜又名起羊草 韭菜含有硫化合物 氢、维生素C等物质 长期服用能起到助羊的效果 主料 韭菜300克 鸡蛋3个 食盐、料酒、色拉油少许 做法 一、将韭菜搞洗干净 控干水分后 切成3厘米长的段待用 二、鸡蛋打入碗内 加料酒、食盐、味精 搅打均匀 炒锅加较多底油 烧至五、六成熟 倒入韭菜煸炒 待韭菜断生 迅速倒入鸡蛋液翻炒 一边翻炒 一边淋上少量油 待鸡蛋液凝固制熟 即可装盘上桌 第四名,鲍鱼 鲍鱼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更是滋补良药 鲍鱼的营养价值丰富 具有瓶肝、养阴、固肾之效 有营养专家说 鲍鱼是补肾食物中的上品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营养学会的肯定 主料 大连鲍鱼100克 黄彩椒100克 土豆粉30克 制作 一将大连鲍鱼宰杀致敬 加鲍汁、鼎汤50克 放入高压锅内 上汽压制10分钟 备用 土豆粉加牛奶调匀 放入圆柱形模具内定型 备用 黄彩椒洗净 改刀成块 备用 二 至浸锅 倒入黄油 放入黄彩椒 翻炒至熟 出锅 放入榨汁机内 榨成汁 加盐 鸡粉调味 集成黄椒汁 备用 三 装盘 将土豆泥摆入成器内 马放上鲍鱼 浇入黄椒汁 上桌即可 第三名 牡蛎 神农本草经记载 牡蛎生用或断用 其性贤 色 微寒 龟肝 肾经 具有收敛固色作用 用于滑脱猪症 牡蛎不仅治疗 益肾效果明显 而且 它对女性白带异常 量多等问题 也有效果 可以治疗多种妇科问题 吃法 牡蛎肝用热水泡开 等锅里的汤料滚了以后 将牡蛎放进去煮 牡蛎肝很容易熟 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锅吃了 海马 海马也称水马 胃肝 性温 龟肝 肾经 具有补肾助阳 调气活血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 肾阳虚所导致的 腰西酸软 尿瓶等状况 皆有很好帮助 顾凡肾阳不足之人 皆宜时之 原料 核桃四十五克 海马二十克 猪瘦肉四百克 红枣四个 生姜三片 盐 生油适量 制法 核桃去壳 一 红枣去壳 均洗干净 烧浸泡 海马洗干净 温水烧浸泡 猪瘦肉洗干净 整块不用刀切 接下来一起与生姜放入瓦堡内 加入清水约十碗 大火包废后 改小火包约两个小时 调入适量的盐与生油即可 第一名 枸杞 枸杞作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养生食材 而效果最好的 当属于宁夏产的熊茶枸杞 不管是干嚼 泡水 还是泡酒 都是大补食材 中医认为 枸杞的药用价值非常高 具有养肝 滋肾 和润肺等功效 而对于腰西酸软 悬晕耳鸣 以及白发脱发等 都有很好的作用 枸杞最常见的服用方法 就是搭配密羊参 一起泡水喝 一般坚持一个月左右 对于男性 事后乏力 同房不积极等症状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 长期服用 对于肾虚引起的 腰西酸软 脱发落发 脂冷胃寒等症 皆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服用方法 枸杞实力 密羊参两克 每次用200毫升 开水冲泡 当作茶水饮用 每天放一次料 可以反复冲泡多次 最后可以直接将食材吃掉 一般连服一个月左右 各种肾亏问题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 不花一分钱补肾 一 进行足部按摩 足部有很多穴位和经络 因此想要补肾 就需要对这些部位 进行按摩 尤其是脚心部位 有一个泳泉穴 这个部位直通肾经 多按摩 对补肾强身 有很好的效果 二 睡眠养肾 给自己充足的睡眠 可以让人精神饱满 而且还可以达到 补肾养肾的效果 因此 睡眠有助于气血生化 而气血对养肾 有很大的效果 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三 口含温水 嘴巴里边含一口温水 水温保持在35摄氏度 可以促进牙齿 以及牙龈进行新陈代谢 还可以起到 温润口腔喉咙的效果 而牙齿得到温润 对肾脏也有很大帮助 毕竟齿为肾之鱼 可见 保护牙齿 也就是对肾脏的保护 四 不憋尿 当膀胱里边有较多尿液的时候 尿液会刺激神经 产生尿液 如果不及时排尿 尿液当中的毒素 就会伤害肾脏 五 吞筋 吞筋简单易行 也是一种很好的补肾方法 因为口腔中的唾液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清晰的 一种是稠厚的 后者是肾脏所生 因此吞咽筋液 可以达到养肾的效果 可以首先在中运作一段时间唾液 然后慢慢咽下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talin